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说我们支持哪些功能 然后第四趴的话是给大家讲一下目前社区在flink上做的一些事情和内来想做的一些事情 那么今天进入第一趴就是我们来介绍一下整个rpc在flink上的一个演进过程 那么实际上整个rpc的一个前身是叫water job 然后water job来讲它在初期的API设计上 为了支持多引擎它的一个API接口其实是分引擎去进行设计的 对于spark引擎的话它有对应spark的API 对应flink引擎的话有flink的一个API 对那么大家可以去看这个图 我这边贴了一个相当于一个类图比较技术 就是所有的那个插件在arpc里面其实它都称之为叫插件 对叫plugin 然后对应的plugin我们会抽象出etl的三个流程 有sauce sync还有transform 那么基于这些base的一个sauce sync transform 我们再去做引擎的一个区分 那么对于flink来讲的话有flink的一个base flink source 还有一个base flink transform以及base flink sync 对那么在这些API接口的一个设计里面 其实我们是将flink的一个dataset 或者一个datastream去揉合在我们的一个插件API当中 那么在去拾一片对应的一个数据源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可能会去依赖我们flink对应的一个接口 对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整个real的一个架构的设计 那么从整个的一个新的版本来看的话 我们这一块去做了跟计算引擎的一个geo 所有的一个sauce和sync的一个API 包括transform都有了自己的一个抽象定义 还有自己的一个我们的一个数据结构 大家可以看新的设计来讲的话 同样也是继承了我们唯一的一个思路 所有的插件都是属于一个pline 它都会继承的一个pline identifier interface这个接口 然后同时我们会在这个接口上去进行实现 叫做saturnal source 还有saturnal sync 以及saturnal transform 对 那么基于saturnal source来讲 我们又增加了更多的一个角色 有coordinator 有reader 以及我们的一个sauce split 也就是说在新的API接口上 我们可以去更细地去实现我们的一些数据源 先读取的高级需求 对 那么对于sync来讲的话 我们这边又多了几个角色 一个是sync writer 还有一个sync committer 还有一个sync aggregate committer 去做一个全集提交 对 就是整个的一个API从V1到V2的一个眼镜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整个V1和V2的一个差别 还有一些不同 那么第一个的话 那我们对于这一套API的眼镜 带来的一个收益是什么呢 首先是我们和计算引擎进行结偶 然后第二点的话 我们去支持了更多的flink的一个版本 对 那么在基于之前 唯一的一个架构来讲 如果说我们在flink11上去实现的connector 那么想在flink13或flink15上去跑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所依赖的最底层的接口API 也是依赖flink的API的 那么基于整个的一个插件升级 因为我们需要去重新去适配新的flink的版本 对 然后第三点的话 就是我们不再去依赖flink原生的一个connector 因为在V1的一个架构上 所有我们的一个数据实现 其实是依赖社区现有的一个flink的一个connector 我们通过把参数的一些配置化 然后去实现通过那个flink原生的一个connector 去生成我们的一个data stream 对 然后第四点的话 我们这边减少了那个更新 就是升级flink版本的一个成本 那其实也相呼应了我的第二点啊 就是我们想要去支持多那个flink版本的时候 不用再重新去实现我们的一个插件 对 然后第五点的话 就是我们对于source和sync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功能拓展 对 然后增加了很多的细利度的一个接口 来实现更多更高级的一个功能 那么在这个设计其实是参考了flink社区的一个设计 然后对于整个的一个source和sync API 都是仿照flink的一个设计去进行净作的 对 那么进入第二 part就是 Apache-Citano在flink上的一个技术架构啊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层 我们从照尾运行的一个角度 我们去拆解为以下几层 那第一个的话就是刚才所讲到的一个Citano Common API的一个层 对 我们在这一层去做了自己插件的一个抽象化 然后基于这个抽象化我们会对接不同的计算引擎 那么在对接层的话 我们这边统一叫翻译层 那么对于flink来讲 这边有 这边实现了整个的一个flink代理的一个source 以及flink代理的transform 以及flink代理的sync 然后同学通过这个flink的一个source transform和sync 去生成整个的一个flink engine的一个job graph 对 来去做到我们的作业能够在flink引擎上去进行跑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一下整个的一个flink job graph的一个结构啊 那首先最外层肯定是我们的一个flink执行的作业图肯定是由operator去组成的 那么对于我们每一个那个proxy的话 我们都会对应了一个flink的operator 那对于source的话 我们会把saturnal source作为我们里边的一个包含线 通过saturnal source去读取数据 然后读出来数据之后 我们会用一些converter把它转成我们的一个flink的一个rob 然后在整个的flink的流引擎里进行流动 那对于我们整个的一个技术架构设计来讲的话 我们我这边画了有那个transform 还有source sync 以及我们的一个最后一个sync committer operator 这个sync committer operator 其实是为了实现我们的一个二阶段提交 对 那么整体来讲我们同时在flink引擎上实现 还可以支持我们的一个可选择的一个chain 因为chain在一起的话 大家可以 大家如果属于flink的话 如果operator 称称在一起 可以在同一个线上去执行 这样避免了一个资源的损耗 可以让性能更高效 对 然后这个的话是一个可配置项 就是大家可以选择我的一个source和transform chain 或者是flink 或者是transform和sync chain 对 但现在的一个整个架构设计来讲的话 我们这边的一个transform 其实还是更推荐于直接在source那边去chain的 对 因为我们在transform以后的一个数据 都是要写到sync里边 那么对于sync来讲 它只需要它想要的一个数据就好了 对 那么接下来进入第三把 就是operator在flink上的一些 比较好用的一些功能 那首先来讲我们先做一下对比 就是市面上大家也有很多开源工具 基于flink引擎去做了一些数据集成工具 那么这边我列了两个 一个是大家所熟知的一个flinkCDC 然后第二的话是flinkX 然后现在改名叫春军 对 我们现在从以下几个维度来去对比一下几个工具 那首先从第一个维度就是从支持的flink版本上 那么apache 是支持1.13级以上的一个版本 flinkCDC也是一样 那么对于春军来讲的话 它可能支持的一个flink版本可能更低 对 然后从社区获取的一个消息来讲 它目前所支持的一个flink版本 是从1.8.3到1.16之间 对 然后不同的版本会有不同的分支 那么第二点 我们就是能不能支持flink的一个原生的connector 那对于那个appache saturno来讲 因为做了一个架构的升级嘛 所以说对于connector 我们就不做一个强依赖 那么对于春军来讲也是不行的 因为春军的话也是基于flink 去设计了自己的一套的插件的API接口 那么对于flinkCDC肯定它源自于flink社区 所以说它对于flink原生connector的支持是比较好的 也就是说我们用flinkCDC能够快速去 去接入社区现有的一个connector 对 然后第三个的话是 是否支持我们用户自定义的一些metrics 就是大家如果做到那个 做过那个flink的一个开发的话 大家可以在平时的业务场景当中 会去向外暴露很多metrics 从而去监控整个一个留作业的运行情况 对 能够实施反馈当前的业务的一个处理 那对于整个Saturno来讲的话 这块是原生支持我们那个flink的一个metrics的一个系统 同时我们用户可以自己去编写connector里边 去自定义自己的一个metrics 对 对于那个flinkCDC来讲它是没有这个接口的 对 那对于那个春菌来讲它也是没有 它们只有系统内置的一些metrics 不支持那个用户自定义 对 那么第四点的话就是对于Transform的一个支持 大家可以三个工具大家都是ok的 对 然后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一个比较重爆的一个feature 就是是否支持flink SQL 就是这个SQL其实在近两年比较火 就大家来讲用一种circle低代码的一个方式 可以去快速去生成一个flink job的一个作业 这对于一些不会编程的一些开发人员来讲 还是比较方便的 尤其是对于业务人员需要分析 他可以不用去懂flink 他只要去学flink circle的语法 他就可以去做一些开发的一个工作 那对于这个的话 其实APPACY Saturn的一个唯一架构 它其实支持flink SQL 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架构是基于flink之上的嘛 所以说它那个原生结合的也比较好 但是从VR的一个架构来讲 整个APPACY Saturn的一个定位 从一个ETR工具变成了一个ERT工具 然后对于整个Transform这块的一个了解 也不太了解 就是对于Transform这块的一个支持 更加变成了一个小T 对 那么小T就代表了说 我们没有那些复杂的一个计算操作 那比如说像Grooveby 或者是像Joy那些操作 对 我们可能现在目前只支持那个UDF和UDTF 对 那对于APPACY FilingCDC来讲 其实现在它的3.0的一个架构来讲 也是有了Transform的一个功能 那在Transform里面就可以去写一些类circle的这种筛选 比如说像一些函数啊 像一些比较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些东西 那么对于Transform来讲 Transform其实整个主打的一个工具的一个卖点 就是它的一个集成工具 可以用原生的FilingSQL语法去给它铺起来 那其实对于前两种工具来讲 它只能支持配置文件嘛 但是对于Transform来讲 它是可以支持用FilingSQL的一个语法 来去把整个作业给转起来 对 这是对于FilingSQL的一个支持 那么接下来来讲一下APPACY Cetano基于语武的一个Filing 它都支持哪些Filing上的一个feature 那首先第一点的话 就是我们支持Flink原生的这种Flip27重构FlinkSource那个架构 那个破扑式架构 对 这种破扑式架构 可以有效的去解决我们的一个多并行度 去同时运行的 同时运行 有那种恶汉 蓝汉式的一个情况 那比如说在之前的一个架构底下 我一个作业分成十个分片 对 然后这十个分片 可能它再去生成这十个分片之后 它有两个并行度 就会把这十个分片全部下发 它不能做到这种 就是我一个并行度 读完一个分片之后 我再去要下一个分片 对 然后在这种新架构底下 它可以去做到这种实施获取 我们可以做到这种资源的最大利用化 然后第二的话 就是我们支持那个Flink原生的二阶段提交 对 然后第三个的话 是支持了就是Flink原生的那个Matrix 自定义 然后第四个的话 是支持我们整个 ApiCitano在Flink上跑的作业的话 都可以用整个全局的Global Accumulator 去记录我整个数据同步里面的详情 包括我的任务读条数写条数 以及我的一个QPS 对 嗯 第五个的话 是支持我们目前FlinkJob的一个所有模式 那比如说Application Mode 以及Session Mode 那第六个的话 是支持我的那个 Immulator和Reader去 去进行自定义事件通信 对 然后对于你的某些复杂的一些场景的话 就可以利用这个机制 比如说CDC的场景 全增量切换的一个场景 它就需要去分辨器和整个Driver去进行不断的事件进行沟通 对 然后最后的话 我们这边 经过设计测试的话 是支持了FlinkJob 1.13到1.18的所有版本 对 然后接下来进入到第四部分 就是来讲一下目前社区正在做的一些事情 OK 那么首先 第一件事情就是今年的那个开源之下的一个题目 然后主要是在去做对于FlinkJob 1.15的一个多表读取和多表写入 但实际上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的背景是什么 那在我们日常的一个业务场景里面 有可能我们需要去从一个库里去抽多张表 但是来讲我这个库是业务库 我的连接数量是有限制的 对 那么基于这个背景之下 可能来讲我需要去同步十张表 我需要要用一个作业去完成 那之前如果说我一个任务只能读一张表的话 那可能我需要去十个任务去完成 那你们就代表了十个链接 那么做这件事情其实核心的一个目标就是 我们这边要支持以最小的资源去做最多的一个事情 这是对于Source 那么对于Sink来讲的话 可能我会写多表 那对于Sink来讲跟Source也是一样的 我去写这个业务库的时候 我的连接数量也有限制 我不需要有那么大的压力 然后第二点的话 我的Source和Sink里面 可能会有一些多表路由的一个分布分表的一些场景 那比如说我Source里面三张表 然后去路由到下游的两张表到中 对 所以基于这么一个背景来讲的话 整个社区在 应该是在上半年 我们提出了这个计划 然后目前是在Zeta引擎上去进行实现 但是在Flink引擎上还没有实现 对 然后目前正在做这个事情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 就是我们通过一个Source可以去读取多张表 也通过一个Sink去写这张表 OK 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 我们再去重构我们目前的那个 Flink这块的一个Proxy的Source Sink和Transform 那么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 就是我们再去生成这个整个Flink的这个Job Graph里面有四个Operator 那么Operator里面其实我们这边传递的一个数据 其实是Flink Row 对 那其实要变成Flink Row的话 它需要有两步 那么第一步的话 是需要我Source这边读出来的Sitano Row 去通过Flink的一个Converter 去给它Converter成Flink的一个Row 对 这就有一种数据的一个损耗 那么在我们中间去进行数据流转的时候 去接这个Transform的时候 我们又需要去把这个Flink Row 去转回为Sitano Row 因为整个Transform的接口 它只认Sitano Row 对吧 这又是一种转换 那么在Transform之后 我又要把Sitano Row去转成Flink Row 然后再送到那个FlinkProxy的一个Sink里面 那么FlinkProxySink 又需要去把Flink Row去转成Sitano Row 然后再真实地去写到我们的Sink当中 对 那么转了这么几圈之后 我们会发现 就是我们这些数据转换 其实有些时候没有必要的 对 增加了这些数据转换有一些风险 第一是我们可能会增加我们的一个数据激度的一个丢失 然后第二点的话可能会造成我们的一个性能 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损耗 对 所以基于这个背景我们目前在做这个事情 就是首先我们第一点 要想支持多表读取和多表写入 那么就先需要把这个FlinkSource的ProxySink和Source去进行重写 然后让它去支持我们把原生的Sitano Row 在整个数据引擎里面去进行流动 对 然后接下来看一下我们未来想做的一个事情 也就是在Q4想做的一个事情 其实整个Q4想做的一个事情也是相当大的一个feature 就是去支持我们目前在业务场景里 大家经常念叨的一个Schema Evolution 但实际上来讲整个Schema Evolution 现在的支持的话 只有Flink的CDC在支持 还有整个Sitano的Zeta引擎支持 在Flink的引擎上是并不支持的一个东西的 那么想要支持Schema Evolution 包括这些事件的流动 它就需要有一个全局的Operator 我去做Operator之间的一个通信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到 就我们平时在那个数据的产生的过程当中 它是一个不断的一个行为 那么在某一时刻 我发生了这个Schema的一个变更 那我这个事件 从这个DDL变更事件之前的数据 我是不是要先去保证 要把所有数据刷写到下游的Sink里面 因为现在大家可能 如果做过数据集成的一个同学来讲 都知道那个 我们Sink来讲 为了高性能的话 都会先将数据进行缓存 然后通过一定的触发条件 去触发这个刷写操作 那如果说我们在这种场景之下 那DDL事件到了之后 我们就需要在这个事件之前的数据 都要全部刷写到Sink当中 这是第一点 对 然后第二点的话 我们还要去通知Sink 去做这个Schema变更 那么我们Sink在做完Schema变更之后 我还要需要去把这个变更完之后的 确认事件再发回来 来告诉我们整个的一个Flink Schema的 一个Operator 然后我这个Operator 接收到这个事件之后 我才能把我现在这个数据继续流动下去 对 这样做的目的其实是为了保证数据的强益一致性 对 所以在中间的过程当中 会有比较复杂的这种事件交互 还有中间的一致性保障 对 所以在未来的一个架构眼镜规划上 我们计划在整个的Flink翻译层 去做一个Flink Schema Manager Operator 这么一个角色 来去做整个的Source和Sink 这块的一个事件协调 对 然后去实现到实现我们现阶段的一个Schema Evolution 然后最后一趴的话 也是应该是明年的一个规划 想要在Flink引擎上去支持整个的一个Circle Transform 因为整个Operator 从V1到V2之后 我们这个Circle Transform就已经下掉了 因为之前的Circle Transform都是依赖Spa 或者Flink引擎的 那么基于这一点的话 我们社区这边开发了自己的那个Circle 但是这个4个插件 但是这个4个插件 目前只能在我的那个Zeta引擎上跑 还不支持在Flink引擎上跑 这块也在去想对应的一个方案 可能有两种方案 第一种的话 还是继续引入我们的一个原生的Flink Sequel 对 但是在Flink Sequel上 可能会有我们做一些限制 那么我们不支持John 我们不支持Lookup John 也不支持我的一个Group By 可能我就只支持我的一个Column 的一个Projection 我的一个UDF 还有UDTF 以及还有一个VR Filter 这么一个工作 对 然后第二种方案的话 可能就是我们去用一种原生的 这种解析Sequel的一个手段 来去实现我们的一个插件 也是目前Zeta引擎用的一种方案 然后让这种方案能够适配在Flink引擎上跑 对 就目前来讲 这块还是属于一个社区的讨论过程当中 对 但是对于这个功能来讲 现在目前一些客户还是比较急需的 因为很多业务同学 他是对Circle还是比较熟悉的 然后这个就是我今天所有的一个内容 然后这边是我的一个联系方式 大家如果有兴趣和我交流的话 大家可以去加我的微信 我们一块去把这块的事情看一看怎么去做 然后如果说大家有对开源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都可以去联系我 对 跟大家去交流一下 交流分享一下对于开源的一个参与 对 然后今天感谢各位大家的聆听 我的分享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对 对 关于Citano 大家有什么想问超哥的 对 对 懂吧 对 因为Citano 其实超哥今天主要分享的是 Fink的引擎相关的 其实Citano也支持Spark 还有Citano自己有一个Z的引擎 这三个引擎他都可以进来支持 大家有什么想问的关于Citano呢 感谢超哥 那个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内部也有这个场景 就是数据同步的这个场景 然后我们现在用这个产品DTS 然后我们在测试DTS的时候发现就是 如果我们原库这个数据频繁变更 频繁变更可能会导致这个DTS数据延迟 那基于咱们这个Citano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组件 那针对于原库数据频繁变更 我们做了那些优化 其实这样的就是你刚才聊那个场景 其实是我们一个实时数据同步的一个 需求嘛 对吧 但其实来讲整个这个层面 你要去解决这个数据延迟的问题 其实从工具层面也是没办法去解决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数据变更事件都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个 原始数据库 对吧 那你如果说你原始数据库在频繁变更的话 那你的一个所有的日志刷写会比较快 对吧 那相对于来讲我们去解析Blog的这个负载就会变大 那其实来讲你要去分析这个问题 首先你要去看这个数据延迟到底是发生在原单 还是在整个数据同步工具里面 那比如说假设你那边平方变更 但是你的一个事件延迟不超过不超过一秒 或者就几百毫秒就出来了 但是在你的那个所有的一个数据在整个数据引擎里面去流动的时候 你发现它延迟了 它断到断延迟延迟了 那就需要去在数据那个计程工具测这块去做一些对应的优化 对吧 那比如说相对应的优化的来讲的话 就对于这种实时作业的话 大家都会去push我们对应的每条事件的一个就业务发生时间 以及我的一个到达系统里边的一个处理时间 那如果说你发现这个系统处理时间和业务发生的时间差的很远 那就说明可能你的一个数据集成工具里边哪方面负载比较大 它处理的比较慢有堆积 对吧 那么第二点的话就是你第二点的话 就是如果是在发生在圆端的一个行为的话 那你前面的一个数据去做频繁的一个变更 对吧 你的事件发出来就是很延迟的 那你到达可能它这个事件的一个发出时间和你到达系统里边的时间 它那个差距并不是很大 那只能说明你的圆端数据库这边它负载比较大 那你只能是扩容来去保障我们的一个数据的这种时效性 对 嗯就是说那个本身是同步组件 可能做的这个工作不能太多 可能不太好处理是吧 对是的 就是这样就是还有一个还有一个点 就是看你Sync端是什么样子的 你的Sync端也会做一些优化 你比如说我要去做一些那个实时性的刷写 那你可以去做就是比较短的一个checkpoint 或者你的Sync去快速去刷 但是这相对于来讲这种方案会对你的Sync数据库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你要根据根据你业务的一个实要性 还有你当前的一个资源情况去进行合理的评估来去做这个事情 OK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针对同一条数据 比如说我一个一分一秒钟之内执行了更新了很多很多次 那我们有没有这种热点数据的合并能力 就在Sync端里面有没有实现 是的就是这种其实是基础能力啊 就是来讲对于Sync端不光是Sync端或者包括Flink CCC 或者包括春军 但凡只是是这种实时的这种功能的话 它都会支持这种对主件的一个up search的一个功能 对去保障我们的数据的一致性 但是来讲的话 整个的一个数据集成工具它可以保证我数据处理的一个顺序 但是它不能控制我上游数据 比如说我上游数据乱序 这块的话数据集成工具它是没办法去保证的 嗯对 OK 那咱们这个热点合并的能力是在Sync端里面是已经有了是吧 呃你的意思是同一套数据不光它合并成一条数据 然后再去那什么 然后再去进行up search 是吧 对对是的 实际上来讲这个工这个 这个就据我所知这个热点合并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所有的开源工具里面应该都没有 它还都是一条一条进行处理的 对因为它没办法 它做一个实时数据流来讲 它没办法去做一个窗口 来去说我要对当前窗口里面的每个主件的k去进行归类分组 我去探测出哪些数哪个k到底它是一个热点数据 对 那如果你想做的话 那就只能说是我每几秒钟去做一个相对于那个metrics的一个上报 然后我去做一些统计分析 然后来去做这个功能 然后来去做这个功能 如果要做的话 对 OK OK 好 我这边没有问题 感谢 好 那行 那我们再次这里感谢咱们超哥 对 下面是来自小米的 只能看到 多声区 对 下面是来自小米的 你 成功 那哈 我 他们